在台九县万林段 在今天凌晨也发生一起自小客车 和九人坐乡行车的车祸事故 两车包括了一名孕妇 有九个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被赶底现场救援的警销人员 火速送医救治 而其中一名受困在车上的程序男子 在送医急救之后依然是伤重不治 至于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和造则 警方要做进一步调查理清 3号的清晨5点多 台九县万林段 自小客车与九人坐乡行车发生车祸 两车多人受伤 还有人受困车内 警销人员获包后赶底现场救援 两车总共九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消防局第二大队也立即派遣辖区东里 卓西复里玉里分队救护车 以及消防车赶往现场救援 而其中将受困在自小客车上的乘客 陈姓男子救出送医急救 今天早上6点55分 宣告伤众不治 警方表示双方驾驶酒车赤值都为零 详细的造势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记者是越南部里采访报道